哈喽 大家欢迎来到明明实验室 我的这个投影仪终于又到了 然后这一两个月因为疫情 基本都在家里 所以躺在床上的时间也是特别多 我的话就特别喜欢看美剧 躺在床上方便是方便 但感觉时间久了 感觉这个小拇指都有点内傲变形的 所以我还是决定在卧室安装一道投影 其实现在不管在卧室还是客厅 安装投影已经是非常常见的了 甚至很多大白墙之间 买个投影就可以投放 连这个木布都可以省掉 但是我这个是灰墙 所以还是要安装这个木布 然后这次我选择的是画框式的木布 这个本来是包安装的 但是现在似乎进不来 所以只能自己安装了 OK 终于安装好了 这个画框式的这个木布 相对于这个电动的 我感觉就是平整性好态度了 而且也更美观一些 就是不能收纳 安装完这个木布就是这个投影仪了 这个投影仪真的是能挑花眼 市面上有一个比较新长的 小米 吉米 坚果等等 还有比较老牌专业的明基 艾布森 索尼之类的 话说你们用的是哪一款可以弹幕出来 我现在已经是用的这款是 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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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影仪 这一款是1200安市流明 用起来还差不多吧 这个音响特别赞 但是如果环境光比较强的时候 比如突然开灯 这个画质就比较拉垮 还有我这个地下室的光线比较暗 但是我卧室的光线是特别强的 所以这种LED光源的这个投影仪 也不太适合我卧室使用 因此我选择的是这种灯泡过远的投影 不对 这个应该叫做投影机 这款投影机的亮度足足有2700 ISO流明 然后价钱的话 这款吉米 G820X 3900左右 然后这款艾布森的TW5700T 5500左右 哇 好重啊 当然我今天也不是对比他们 谁好谁坏啊 因为我主要想看一下这个2700流明 跟这个1200流明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这艾布森的话就比较老牌了 这个成立于1942 我记得他们家的这个打印机很有名 然后吉米的话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小米的亲戚 这个成立于2013 80岁的大爷PK这个10岁的小伙子 这个外观的话 这个白色的看着比较专业 比较老练一些 投影仪的话就看着比较新潮 比较个性 这个投影机因为是灯泡光源 它尺寸也是比较大 灯泡机有个好处就是光源特别亮 少命一般 但是三四年之后 你可以自己买一个新的灯泡 然后更换一下就行 这种LED光源的话 相反的就是这个亮度的寿命上 但坏了就 真的就坏了 再就是这个显示技术 这个的话是DLP显示技术 这个的话是它自己的专利技术 3LCD 我看了一下 网上比较老牌的 像索尼啊 iPhone身上基本上用的是3LCD 像比较新潮的极米啊 坚果之类的 都是这个DLP显示技术 然后这个上面按键特别简单 这个就比较多 这里面还有一个手动对焦 画面缩放 一个镜头盖的开关 但里面接口比较少 一个HDMI 还有一个音频 然后这个接口 哇 好久没看到过了 叫什么 CWIS吗 极米的话 多这个网线跟USB接口 好安装这个投影 我用的是落地支架 哇 这个质感还行 OK我已经安装好了 我现在投影的机器是 AppSense的TW5700T 我现在来调试一下 这个支持四项校正 然后还有1.2倍的光学变焦 我们现在来手动对焦一下 让我想起了当年我们老师 折腾投影机的画面 说到这个还是 自动投影仪比较 简单一些 这操作系统是腾讯极光TV 用起来跟现在的电视差不多 很简单 刚看了一下这个影视资源 还是蛮丰富的 有个好处就是开近北广告 然后还有就是 这种网络视频 刷这个网络视频 也是不需要开会员 所以也不至于是那种 春不难行那种 这个点个赞 但是电视电影 我看了一下 不开会员的话 就有点难受 猪猪侠 不愧是灯猫机之王 2700 ISO流明 这个亮度真的是很亮 但这里我要说一下 现在市场上这个投影 鱼龙混杂 很多这个投影 它虚标特别严重 我甚至见到过2万流明的投影仪 但价钱只要800块 这个是2700 ISO流明 你知道2万流明有多亮吗 这就是2万流明啊 所以大家买投影仪 尽量还是买大牌的 当然大家如果对大牌的 这种多少多少 暗示流明也不太放心 就推荐选择最新国际标准的 ISO流明的投影仪 那个比较真实啊 不需标 前面说的这个显示技术是3LCD 这3LCD跟单片DLP有什么区别呢 3LCD的优点就是这个色彩亮度特别高 还原度也是特别好 整体我个人感觉就看着比较通透明亮 比较有层次感那种 如果同样是2700流明的单面DLP 显示技术的投影仪 它那个流明度就指的是白色的亮度 而不是色彩亮度啊 所以如果想要这个画面颜色好 建议还是选择这个白色亮度 跟色彩亮度一致的投影仪 我现在拉开窗间里面就能看得明白一些 我那个1200安式流明的投影仪的话 拉开窗间它这个色彩就会明显暗淡很多 就要感觉像是加了一层白色的滤镜一样的 这个真的是只要不是光线特别亮 完全不影响光影啊 OK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 投影仪的亮度默论的是50% 投影仪的亮度默论的是最高的10% 我们就播放同样的偏远 看不同的亮度环境有啥区别啊 这黑暗的情况下光影都挺优秀的 但还是能看出这个投影仪的色彩亮度高很多 看着比较通透明暗分明 投影仪的话还是稍微昏暗一些 但是色彩我感觉挺艳丽的 现在是微量情况下 这个对比就比较明显了 投影仪的这个色彩亮度还很高 光影感受完全不影响 投影仪的话就翻白的比较严重了 但看还是能够看的 其实我现场的感受会更明显一些 高流面的这个投影仪 我这个卧室都感觉更亮一些 当这个环境灯比较亮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白天的亮度吧 投影仪看还是没问题的 就这个色彩度感觉不如前面了 对比度下来了 但是这个光影还是没问题的 1200暗示流明的这个投影仪的话 已经很影响这个画质了 你看这个猴子的脸都看不清楚了 投影仪的画面就还能够看清猴子的这个脸 总之这个1200暗示流明 跟这个2700 ISO流明还是区别蛮大的 如果你那里环境比较昏暗 比如地下室 1000多暗示流明也完全够用 但如果你那里环境比较亮 或者你要追求更高的这个色彩亮度 就比较推荐这种高流明的3LCD投影机 像这款2700 ISO流明 只要光线不是特别特别的强 白天不拉出脸也能看 这个的话就有点难为它了 缺点的话这种就是比较大不太便携 还有它散热的声音也比较大 但开了这个节能模式会好一些 我感觉就特别适合 比如光线很强的客厅 这种智能投影仪的话就是哪哪都能投 比较的方便智能 好了今天这个亮度对比视频就到这样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就在这一家 好了拜拜